阿南若,这个名字,凤九没有半点印象,他线下已经知道,自己身处在比翼鸟一族,这比翼鸟一族他也曾听小书略略地说起过,这一族世代居住在范茵谷内,与外界隔绝了联系,比翼鸟一族与爱情最是真真,一生一世一双人,这一点,与九尾狐一族的爱情观倒是不谋而合了,凤九对于比翼鸟一族知道的不多,不过从那个圆脸少女的口中, 他也断断续续地拼凑出来了些有用的信息,比如他现在的身份是比翼鸟族的爱公主,比如这个圆脸少女是阿兰若的贴身侍女,叫做茶茶,又比如他这个公主,是个很不受宠的公主,凤九不止一次地站在铜镜前打量这个身躯,修长的身躯,清诚的容貌,尤其是他的眼睛,含笑,含翘,含腰,水着雾绕的,天生媚态却自带风骨,举手投足间英气尽显, 这样的容貌再配上那一声娇俏的红衣红裙,凤九想破脑袋都想不出这位阿兰若殿下有不受宠的理由,可如今想得出想不出都无关紧要,最重要的是他如何在这里安全地混下去。 这几日,茶茶已经明示暗示地催促他,说小青想见他想得吃不下去了东西,起先,他还以为小青是阿兰若养的什么宠物,便答应去见一见,却未曾料想,这小青是一条碗口粗细的大蟒蛇,当时就把凤九下的差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 在这些飞行走兽当中,他最怕的便是蛇,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走夜路掉到了蛇窝里,造成了心理阴影。 反正至此之后,不管茶茶再说些什么,他都抵死不再去看一眼了,甚至在他心里还暗暗地期盼,这个小青能赶紧一命归西才好呢? 哎,能养这么一只宠物,这位阿兰若殿下还当真是与众不同,也不怪他不受宠了。 这么一想,凤九倒是略略理解了一些,小青他左推右挡,找各种理由不见也就挂了,但是成天不出门却是不行的。 凤九旁敲侧击地了解道,这位阿兰若殿下可不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主,平日里四处闲逛很是逍遥自在,这一点又和凤九本身有些相像,只是凤九担心与他现在的状况。 若是出去碰上个熟人可如何是好? 阿兰若的那些个记忆,他脑子里可是半分都没有的,但让他一直待在屋子里不出去,旁人怀疑不怀疑他不知道,就他自己而言,也绝难忍受。 因而他狠了狠心,资格挑了个凉晨几日,坦坦特特地出门了,这泛应古内与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不同,一样的平台楼阁,一样的街道商铺,凤九从街道东头逛到了街道西头, 又从方市北边溜到了方市南边,一路走马观花的桥窄,这一圈逛下来,也耗费了两个多时辰。 凤九有些口渴,抬眼一瞧,刚好是个三层气派的茶楼,他想了想,便决定上去喝杯茶。 茶楼人不多,许是不是喝茶的时辰,不过凤九刚好乐得清净,他捡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,要了虎雪翠毛间,细细地品着,茶味很淡,带着丝丝的雨雪气息。 不知怎么,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凡间配成的雨落清茶,同样也是清清淡淡,不带世俗的味道,这茶少阳很爱喝,想到少阳,他的心便往下一沉。 他们今生,终是无缘再见了,凡间的种种,历历在目,那个总是含笑一对,总是揽他入怀,总是喜欢在他耳边滴滴地轻声换着酒儿的少阳,大概再也不会出现了。 他们之间一生一世的缘分在他中见生死的那一刻,便烟消云散了,他想他了,痛彻心扉地想了,七七四目,心碎道奈何,简不断纠葛,越想忘记越深刻,少阳,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希望自己是一个凡人,至少,这样,我还能盼着来世,总好过今后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对你无休止的肆虐,青秋九尾狐一族,认定一个人,便是生生世世,少阳,从此, 你便是我的生生世世了,泪水一滴一滴地洒落在他的手背上,这泪水如同他的思绪,一点一点地敲开了他的记忆,淹没了他的心房,忘了,醉了,以为放下了,却在梦醒后,想起你泪滑落,你这是怎么了? 一个微雅的男生在他的耳边响起,他心中一惊,忙活乱擦摸了一下脸上挂着的泪珠,扭过头,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,一名身着寻衣的男子正站在那直直地看着他,男子身姿修长,长发如墨,眉眼宛如化成,目光相接,仿佛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雪洞,很冷很冷,凤九心中衣领,慌忙站了起来,向旁边走了几步, 略略拉开了与男子的距离,拆拱了拱手道,没事,没事,我,想家了,想家了,说完也不顾男子的反应,静止便朝楼外走去,还未迈出两步,便听得身后传来男子嘀嘀的声音,想家,是啊,想家,我出门已久,对家人很是想念,凤九停住了脚步,回过头与他耐心地解释了两句,并不是凤九善解人意,只是他觉得自己就这般走了,会不会显得狠? 心虚,男子平静的目光陡然沉了下来,锐利地盯住他,凉九,缓缓道,你,不认识我,这话问的凤九觉得有些好笑,这平白无辜遇上的人他都该认识吗,难不成这男子是个什么有名的大人物或是觉得自己长了一副好皮囊,旁人都该对他驻足轻目,只可惜在他白凤九眼里,除却自家四叔和那美的不像话的小艳壮士,旁人还真能让他心弦波动,见他丝毫没有反应, 男子的脸色更加阴沉,他向前走了两步,拉近些与他的距离,方才淡淡地开口道,我是陈夜 这人还真是,凤九微皱了皱眉头,但还是拱了拱手道,我记住了,若没别的事,那我便告辞了 随即给对方留了一个我管你叫什么的表情,快速地转身离开,灵脉出门的那一刹那,他回头望了一眼,那青年依旧站在那里,如青年事上的姑松,从他的眼中似乎划过了一丝的痛楚,他揉了揉眼睛,却又好似什么都没瞧见 经了这事,凤九也全无心思在逛,匆匆地便往住处赶去,刚进了府门,一面见茶茶喜滋滋地冲他走来,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殿下,莫先生回来了,正在厅中候着您呢?莫先生,哪个莫先生,凤九听得有些糊涂,看茶茶那样子,估计这莫先生与阿兰若的关系甚好 茶茶吃惊地望着他,捂着嘴巴惊呼道,殿下,您是出去转晕了头吗?还有哪个莫先生,自然是您的师父,西海皇子苏莫也 莫先生啊,苏莫也,西海的那个苏莫也,这个名字他可一点都不陌生 这位西海皇子可是出了名的风流替躺完是不公,与自家小叔那叫一个酒逢之几千杯赏,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样的人,居然做了阿兰若的师父,真真是让奉酒大吃了一惊,不过马上他便开始头疼了 茶茶,你帮我回了师父,就说,就说我今日头疼,等改天,改天病好了再去拜见他 就他现在这样子,在人家师父面前,估计走不上两个回合就得彻底露线 如今想法只能拖一天便拖一天吧 逾越未见,本以为你听说我回来该当欢天喜地的 却未料你闹了头痛,让为师亲自为你诊治一番如何 一阵倾笑从院中传来,一位受持冻枭的白衣公子偏偏然从远处走来 呆走近了方看清他的容貌,真可谓是锦衣雪华于颜色 回眸一笑天下清,凤九心底不由得一声赞叹 怪不得自家小叔愿与他交好,真是生了一副好皮囊 凤九还未说话,便见那白衣公子摆了摆手,事宜茶茶退了下去 然后单笑着打量了他一番,才重新开口 悠然道,凤九小殿下,可爱安好